大家好,我是宋戴婷 戴是林戴玉的戴婷,是雷霆万军的婷 我呢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正在制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青黑发行在即 同时呢为了维持生计 我还是一个英语老师 既教G2E写作又教高中生英语 英语不好,宋姐姐来教你哦 no no no,英语不好 来听宋姐姐的歌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寻》,寻找的寻 我见过一片野 经过一片云 转过一座山 帮过一条了 我试过一粒沙 住过一树房 穿过一滴雨 吻过一阵风 我醒过信仰 我吻过生命 我长过一树 我找过一树 我寻过自己 我寻过自己 有缘缘去的调 也不忘一番爱去 有心愿不必去 不忘一时休息 我的创作习惯呢 一般都是在深夜的床上 可能是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突然一句歌词或者一段旋律 就跳进我的脑子里面 把我吵醒 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叫 《急需一场恋爱》 里面的一句就是 孤单发言 寂寞爱变 微微快点 救护车快出现 我记得那天晚上呢 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 突然一个帅气的小哥哥的一张脸 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或者梦境里 我不记得他是谁 但我隐约好像觉得在生活里见过他 那个冬天正好我因为崴了脚 煮了一个冬天的拐棍 心情特别的差 那个小哥哥和那首歌 就成了我冬天里的一缕阳光 后来一直到我脚踝痊愈了 我才想起来 哦原来那个小哥哥 他就是那天我狠狠的摔在地上 把我扶起来 然后叫了救护车的那个小哥哥 就好像我大部分其他的创作一样 都是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灵感自动找上门的 所以说呢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床上创作人 简称床作人 r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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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ту 的